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25集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 世代精神系里头的 G2配色的喷气机 也算是为Wolf Cybertron 三部区里头的三箭头部队的模具 希望是一个话题的结束了 希望它不要再有各种重途版了 因为对于这种 这种合理合法合设定的重途 我是真的是收的 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 明知道这个坑 我还是抵抗不了 就像前两天给大家做的那一款 Starscreen那个小队 各种配色 我都是忍不住都把它给收了 那严格来说 这个三箭头部队 在Wolf Cybertron里头的话 以单纯这个模具的话 它一共有三个 除了眼前的这个G2配色之外 它还有一个是一个原色版本 而这个原色版本其实它非常的可恶 它是在一个组合包里头 它是跟这个网哥 共同的这个组合包里头才有 然后这个组合包是目前呢 一直没有再版 所以它的价格呢 是非常的贵 这两个价格要买到呢 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款呢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直接是买不到 但后来随着供货量的提高 价格已经跌到 是目前这几款模具里头最低的 这个是沙豹 那这个沙豹其实我个人蛮推荐的啊 特别是它前方有一个 鲨鱼头的一个图状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图状 那这三个家伙的话呢 则是完全相同的模具 那另外还有一款冲锋 冲锋则是里头最奇葩的啊 明明是一个美版的一个 应该是要有大货的 但是可能是某些超商限定 还怎么样 其实这个玩具也是 一出来啊 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去买到 也是很贵了啊 所以的话呢 这五个家伙的话呢 价格都不低 即使是最低的这个沙豹的话 台币也是将近900 也就是人民币要200多块钱 才能够买得到的一个Voyager Quest 这个以现在的官方的VG来说的话呢 算是价格比较贵的了 然后这三个的话呢 入手的难度呢 肯定这款原色版本是最高的 刚提过了 它跟晚哥呢 是绑在一块的 那这两个的价格来讲的话呢 目前G度配色呢 略高于沙豹啊 那这几个玩具里头的话呢 这款G度配色有什么优势呢 如果你喜欢G度配色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个人觉得啊 它第一个 它的这个枪 它是唯一有分色的 它是一个紫色的 跟黑色的一个分色 其他的话呢 都是跟塑胶原本一样的颜色 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几个 全部都是黑色 一黑到底 再来是它的一个狂派的标志 它是一个紫色银边 只有这个家伙的一个涂装 是如此这般啊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人的这个狂派标志啊 都没有这一款来的好看 你看这个直接涂成这样 然后对不对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他们的一个身份证明啊 这里 以及网哥呢 虽然印的最大 但它没有银色的一个边框啊 所以相比较起来 G2配色的这一款的话呢 在枪的分色 跟狂派的标记上是最好看的 紫色跟蓝色也是属于偏亮的 但是它的一个 整个一个颜色感觉稍稍的没有精神啊 然后驾驶舱的颜色也跟后面黑紫蓝 重复的一个程度都比较高啊 你会发现呢 其他几款的一个驾驶舱呢 通通都是这种橘色的啊 比较亮的 唯有这一款G2配色呢 是一个蓝色 那么它的一个做工的话 还可以啊 并没有松脱的一个状况 那整个模具呢 最可惜就是它没有底部啊 没有任何的起落架 所以你把它放在桌上的时候呢 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晃的啊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嗯 不一级的玩具做成这样 也是让人觉得很无言了啊 那我们的话呢 把它变形成一个机器人 然后变形变形过程是非常简单的啊 两腿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 后面这个地方呢 往下一捏啊 腿的话可以直接把它给伸长了 伸长之后的话呢 那我的建议呢是两侧的腿的话呢 先把它给打开啊 把它整个给打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膝盖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的啊 它跟这个里头有个紫色的一个洞的这里 我们会建议呢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那可能有人会说了啊 你怎么怎么没有说这个这个这个灭霸 扎诺斯跟这个阿凡达怎么样 扎诺斯跟阿凡达怎么会遇在一起呢 你们不要胡说啊 你以为我没有看过阿凡达跟复仇者联盟吗啊 好了 然后腿部的变形呢就怎么样 OK了啊 再来身体的部分呢 我的建议啊 是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先把它给 往内 好 换个手好了 这个地方 往内捏一下 然后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打开 啊对了 这个地方要先打开啊 这个黑色这个部件 跟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双动关节要把它打开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飞机头才能够往后折啊 往后折 那么这个变形其实之前也都给大家示范过了 只是我今天呢 换了另外一个动作 啊不 换了另外一个角度 换了一个镜头的一个方向呢 来给大家做演示啊 其实都不是很难的 然后呢 这个手臂这个地方 从这啊 然后我这一只的话呢 这一只手 这一块推开是比较难的 比较紧一点点 然后呢 就可以把手一样顺势的给打开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了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捏住这个地方 从这里往外 往外滑出去啊 从这 往外滑出去 那G2飞色这一款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关节比较紧 不知道是我的个案呢 还是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啊 从这个地方往下 往下 把它折下去 再把这个飞机的头啊 从中间的地方给分开 分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整个头呢 从这个内部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个转轴 把它进行一个转折 把它给转到 正面来 然后呢 就顺势的 把它给推下去 推到后方 整个身体的部分的话呢 就这样子 把它给往下 放下去了啊 那往下放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结合卡扣 这里 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里 向侧边 这个地方 咬合 把它给扣进去 好了 我们这一款 G2配色的这个 吞机机 就算是完成了 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 所谓的奶射线 我也不知道 三肩头呢 是不是要奶射线了啊 你也可以把它拿在手上 Wolf Cybertron 忘了 和惠呢 都喜欢把它画在 他们那个手上 那这个人物的一个配色 在人形状态下 其实我觉得比飞机的状态下 可能更好看一些 在这个状态下 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小臂 脚掌 就是身体的偏外侧的部分呢 都是亮的一个蓝色 然后黑色跟紫色 这比较靠近中间 然后头雕也是非常的帅气啊 都是人脸造型 拳头的话 是那是一个洞 那整个可动的话呢 手臂360度的转动 是没有问题的 头的话呢 也可以左右转 OK 然后那个腰身的话呢 基本上是卡死 除了腰不能动之外 腰身无法动之外 其他地方大概都可以动 群甲也是可以掀起来 脚前后左右踢 侧踢 膝盖的话呢 也可以弯 大概有90度 没有问题 总而言之的话呢 言而总之的话呢 这个模具本身 因为是用经典的一个模具 下去做的 甚至我们可以说呢 跟MP早期的这个 STAR SKYMP11 的那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都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它本身模具的优秀 是不用说明的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主要呢 就是把这个Wolf Cybertron 这个属于这个 尖头部队的几个成员的话呢 做一并的一个 一个分享 一个介绍 那今天就跟各位 进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